听说水仙花是一个美人变成的 是真的吗 有传说水仙花是一个少年变的 今天我就给你讲一个水仙花的传说吧 很久以前 传说有一名叫做水仙的少年 水仙是一位心情善良勤劳的少年 他从小失去父母 独自在河边平吉的沙地上长大 他每天都很辛苦地跟作 但是始终不能解决生活问题 有一天 他在河边救了一名受伤的老头 孩子 谢谢你救了我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用来感谢你的好心 老爷爷 不用客气 我只是做了一件举手能及的事 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这个你收下吧 好好照顾他 以后可以用来卖钱 可以改善你的生活 水仙拿回老人给他的葱头一样的东西 按照老人的吩咐 精心呵护着 不久 葱头里抽出翠绿的叶片 接着还擅放出芬芳雅致的花朵 呀 想不到这儿还能开出这么漂亮的花 水仙把花拿到市集上去卖 人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花 分分钱来购买 买花的人好奇地问他卖的是什么花 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在水边遇上的一位老人送给我的 说可以用来卖钱 改善我的生活 众人纷纷称奇 说他遇上了神仙 那我就把这花叫做水仙花好了 自从有了水仙花之后 水仙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水仙花的名头也传遍了这个乡镇 镇上的一名土豪听说了 对水仙的水仙花动起了歪心思 我要是把这个水仙花献给县令大人 他一定会给我很多赏赐的 我要从那穷小子手里抢回水仙花 土豪带着一匹家丁抢走了水仙的水仙花 还将水仙打成重伤 你们这群恶霸 强抢我的宝贝 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 土豪将花献给了知仙大人 知仙大人十分喜欢赏赐了土豪 由于他们都不知道喝苦花 水仙花很快就哭死了 县令大人连忙找到土豪 大人不用担心 那穷小子那里肯定还有 我去找他要来就是 土豪带人找到重伤未遇的水深 小子赶快把水仙花给我 我的水仙花都被你抢走了 哪里还有水仙花 你不是有神仙送给你吗 你再去求他送你一株就是了 你让我上哪里去找神仙 你不是在水边遇上的神仙吗 那就去水里找啊 土豪逼着水深下水去找神仙 旧伤未遇的水深被他们摧残的一命归西了 知仙大人得知水仙花无望 以一个欺君的罪名成办了土豪 后来在水深所住的河边 竟长出了许多水仙花 人们都说那是水深的冤魂所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